罗志祥YouTube日前推出最新影片 突然用标题向大众道歉 让大家吓了一跳 以为又出了什么事 原来他在标题写下 环岛旅程发生意外了 跟大家说声抱歉 网友纷纷猜测是发生什么事 在上一集影片透露 目标从台北一路骑到高雄 当时他下定决心要玩真的 但目前最新影片 罗志祥和杨玲骑上Ubike出发后 没过没多久杨玲就笑说 主任车很多很危险耶 小猪起初还吐槽对方没志气 随后却突然高喊挑战失败 字幕表示两人当下还在台北市大安区 接着影片就进入结尾 让网友们满头昏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意外又掀起了网友热烈讨论